深坑区农会睽违20年再度举办秋季制茶技术新传竞赛 邀请了20位制茶师傅以师徒合作方式指导报名参加比赛的学员 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希望让学员亲自演练与操作完成制茶 传承珍贵的技术与经验并且推广深坑茶产业 深坑区农会9月9号10号举办113年秋季制茶技术新传竞赛 睽违了20年再次恢复办理 让不少报名的茶农及参与的学员们都相当期待 深坑区农会总干事黄涂水表示 深坑四宝中就包括了文山包种茶 所以茶产业在深坑的历史由来已久 这次希望透过竞赛能够将茶技术与文化有所传承 我们特别聘请新北市各区的制茶 应该是算顶金的制茶师来当指导老师 那由我们本地的七名 然后还有外地报名来参加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各区农会的协助 让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办得很顺利 比赛的方式采取师徒合作 邀请了20位在文山区或双北制茶竞赛中 获奖的制茶师傅 指导报名参赛的深坑区茶农及在外子弟 或者是对制茶有兴趣的民众 甚至连福田树木保育基金会执行长邱惠珠 也报名参加成为学生之一 今天是一个学徒的身份 那很战战兢兢 所以我们在纸本上看了很多茶 喝了一口好茶 但是我们知道制茶的过程是非常辛苦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让这种树人来参加 那我也希望能够把握这次机会 来了解整个制茶产业的辛苦 担任比赛老师的深坑区茶叶产销班班长蔡金来就表示 这次比赛的筹办相当不容易 在农会的召集下 靠着在地茶农一同将制茶器具搬到了会场 希望让学生透过亲自演练与操作完成制茶 深坑早期是一个茶区 后来就慢慢凋零 实际上这一次的活动是从无到有 这些机器都是茶农帮忙凑集来的 就好像拼装这样 但是还是有声有色 为期两天的制茶新船竞赛 从尾雕浪青开始展开超过24小时的制茶作业 深坑国小小朋友也趁此机会来到了比赛会场 了解制茶的过程 亲身感受制茶辛苦 成为最棒的乡土教学现场 深坑区农会总干事黄土水表示 虽然因为时代变迁让深坑茶产业逐渐适为 但近年来在农会的推广下 陆续有农友愿意投入种茶制茶的行列当中 期盼借由作物的转型 持续推动茶产业的发展 同时激励年轻一代加入 延续珍贵的制茶技术与经验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深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